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 大家好 我是方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每年总有不少人会纪念六四 今年适逢30周年 不单香港和台湾的传媒很兴奋 连美国国务院都很高调的参加了 并且为今年的六四 还制作了一段短视频 虽然看上来有点简陋 但里面还带有 蓬佩奥的声明 当听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说 对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 表达敬意 并且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暴力镇压和平示威 当看到他满面哀庸的态度 明显地和平时 咀咀逼人的蓬佩奥有点格格不入 难免更令人联想到 在没多久之前 他还在大学讲座里提到 西点军校教我们要正直 不说大话 但当我去到中央情报局 CIA做局长时 我们不单会说大话 还会欺骗 在CIA中有一个专门的课程 去提高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那今天 到底蓬佩奥是用了哪门的功夫 是欺骗 还是说大话 从美国反口不认众多的外交协议 又四出地利用关税追查 包括盟友在内不同的国家 今时今日 想再来做正义先锋 似乎就没什么说服力了 不过也反过来 有不少人会说 既然中国今时今日 已经进身成为强国 就应该有面对历史问题的勇气 但是 很多一直高陷着平反六四口号的哀悼者 是否有勇气 放下他们的有色眼镜 认真地面对事实 事实的全部 又会不会打破了 我们一直以来 对六四神圣的迷思 的而且确 六四事件 是一出悲剧 是一场政治斗争 很多人 在事件中 牺牲生命 但是 是否能够 坦然地接受 在事件中 其实 并没有屠杀 并没有血流成何 中国共产党 在事件中 可能会犯错 但是 就没说大话 而更加重要的是 经过这么多年来 对事件的沉淀 如果我们愿意放下成见 或者可能会发现 早在1989年6月30日 北京市委 向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提交的两万字报告 虽然在立场上 靠向共产党 但内容 是真实的 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证人 如果没有苏联的倒台 没有俄罗斯和沃兰等国家的 崩溃和陷落 没有被打压 撕碎的伊拉克 利比亚和敘利亚 更加没有今时今日 美国对中国的 罕言出手 或者我们可以继续 活在自己想象的 六四民主运动当中 但现实 终究是残酷的 六四 留下了很多怀疑 和迷糰 虽然 可能一早已经有答案 但要认识 接受 需要勇气 和理智 或者 而且我们应该从1989年6月1号 重新开始 认识六四 在那天 北京市界严令 已经实施了接近两个星期 市政府发动了群众 维持秩序工作队 并且由远交地区调动了民兵 在军 警民的配合之下 令北京外围的交通运输 和生活秩序 逐渐恢复正常 同一时间 在丁英门广场 开展的民主运动 占领广场 遇到超过一个半月 各种各样的谣言 传遍全世界 而更加重要的是 原来早期的参与者 已经疲怠不怒 但新加入的 又带着各种的背景 和原因 提出各种的策略 和要求 活动的领导层 开始出现 争权夺利 而更加多的是 以兴难删 毕竟 在戒严令 和军警部署的压力下 令大家 不能不面对现实 在这个时候 由于事件 已经得到全中国 以至于全世界的关注 所以 很多的组织者 都认为 是时候 见好职收 退场的呼声 在参与者之间 传得高涨 但是 部分 在运动后期 先加入的组织 例如公智联 即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就不希望就此退场 因此 计划夺权 去到6月1日 公安机关 拘捕了公智联的几个领头人 引起了些包围 和冲击了北京市的公安局 市政府 和公安部 形势 开始急转直下 在6月2日的夜晚 中央电视台借用 武警部队的一架吉布车 在翻回原单位的过程中 由于露滑 翻车 撞死了人 这件交通事故 被指是教研部队的入城计划 故意车死了学生 结果 演变成为 抢夺尸体 履行台军大游行 并且成为了暴乱的 杜火线 6月3日 部分教研部队进入了警戒地区 遇到路障 拦截军车 军人被围困 军人的物资被抢夺 军人的物资被抢夺 其中一架再有枪支弹药的军车 在被折的时候 武警部队施放出雷弹 驱散人群 抢回弹药车 而有些暴徒在被围困的军车中 抢获装有子弹的机关枪 暴乱开始快速蔓延 示威者在天安门广场 分发了彩刀 匕首 铁棍 铁链等的武器 声言要 准备打航战 要拿起武器 推翻政府 捉住军警 就往死里打 煽动更加多人上街 造成一个 更大规模的 群众暴徒的姿势 6月4日的凌晨 外围地区开始出现了焚烧军车的暴行 越演越烈 几百架军车被围堵 被破坏 被暴徒用汽油 燃烧弹和土制的噴火器点燃 令火光充天 有军人在车里被活泼烧死 有些想跳下车 但被暴徒打死了 军车上面的机枪被拆走 有些人更加在復兴门立交旗一带 开着抢来的装甲车 一路走一路开枪 但是 很令人意外的 是整个暴乱过程 当时 并没有在其中的电视暴露中出现 而在几年之后 西班牙电视台 才发放出这段暴动的影片 虽然 暴力事件 导致不幸的伤亡 就算有一个受害者 我们都嫌多 但是 如果要称之上是屠杀 最重要的判断 在行动中 有没有向那些 手无寸铁 无还击之力的人 施以独守 而身体的情况 又是否真是这样 在清场之后 广场上外围的地区 布满着被焚毁的军车 而军车旁边 有很多军人的尸体 有些军人 更加被暴徒 绑起 在行人天桥上 扔下来 再淋上汽油 勃勃地烧死了 而他的遗骸 就是这样 挂在天桥上 但是这种种可怕的情况 仍然未能冲淡我们对六四的迷思 但是 无论如何 这些赤裸裸的现实 暴露了在6月3日晚 到4日凌晨 发生的事情 是绝对离弃了 在我们期待当中 民主运动的和平抗争 在如此严峻的暴力事件下 中国共产党 自然 而这个是试图想推翻政府 夺取政权的暴力袭击 同样地 对解放军来说 他们没有在战场上 捐躯 但是 竟然 死在被煽动的暴乱的人民当中 可以说 实际是一个太过屈辱的事件 但是 在这样的形势下 中国政府 仍然是以非常克制的态度 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 6月4日凌晨1点半 戒然部队进入广场的时候 引起了一些冲突 也有人受伤 但是幸好 广场里强调和平抗争 没有带有多少武器 所以就没有引起严重的暴力冲击 部队进入了之后 发出了紧急通告 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 应该立即离开 以保证戒然部队执行任务 广场的群众经过内部磋商之后 由台湾歌手侯德健和几个人 在3点40分 见了戒然部队 并且协商在4点开始 广场就关了灯 学生和平撤离 大概3000人跟着侯德健 迅速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当然 还有一些坚持不肯走的学生 在那中火烧垃圾 之后也被戒人部队强行抬走 这些过程都出现在西班牙电视台的影片里 到了今天 部分的六四领导人仍然说 广场之中血流成河 自己是在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 这些人早在暴乱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演场 更重要的是 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当日 在天安门广场上出现过大规模的冲突 而在整个事件当中的遇害人数 大概是300人 或者会问 那这些数字又从何而来 休息回来 继续和大家 时时观察